天豪公開課 天豪公開課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天豪公開課 今天要來為大家說說民國第一案 刺殺宋教人事件 本來在台灣說一集的 後來發現有很多事情 一集說不清楚 所以我們分個幾集來說吧 1913年3月20號晚上10點 上海火車站的近戰口 槍聲響起 準備從上海騎乘前往北京的宋教人 痛苦倒地 尋身望去 只見人群中一個黑色身影 不顧一切的逃竄 隨即宋教人被送往醫院 但是傷勢不容樂觀 宋教人是背後中槍 子彈斜插到腰部 腎臟大腸均被擊中 更可怕的是 這顆子彈上竟然有毒 這顯然不是警告 而是要他的命 暗殺毫無疑問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暗殺 那麼宋教人的命能保住嗎 很遺憾不能 在於死神拔河兩天之後 3月22日下午 32歲的宋教人 傷重不治 與世藏詞 自古以來 政治暗殺所在多有 不過此案 非同一般 宋教人死了 天下震動 為什麼把宋教人的死說這麼重要呢 因為此時的中華民國 正站在歷史的分水嶺上 這是民國二年的3月份 距離青朝皇帝宣布下台 剛剛過去的400天 此時的中國剛剛結束了2000年的皇帝制度 而且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內戰 從百年後來看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時機 此時從未實現過民主制度的中國 正在進行第一次的民主實踐 剛剛結束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議員選舉 和平順利的選出了參眾兩院 參議員274席 眾議員596席 共計870席 其中宋教人領導了國民黨 是第一大黨 國民黨在參議院擁有132席 在眾議院擁有269席 妥妥的第一大黨 而宋教人就是國民黨的代理理事長 實際上的領導者 至於孫中山哪裡去了 這個問題我們保留到說 孫中山其人的時候一起說 彼時國民黨選戰大勝 黨員世紀高昂 宋教人的政治前途如日出生 那時他所自治之處歡迎會上 無部人山人海聲勢硬生生蓋過了孫元二人 宋教人當時的任務是北上組織政府 與那個頭上還有著臨時二字的大總統 袁世凱 分享權力 首先 組織責任內閣 接著制定政治憲法 最後依法選舉總統 如果這些既定的政治工程 真的如期完成 中華民國會蛻變成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嗎 很難說 歷史不能假設 但是可以肯定有幾件事 不會發生 一 中華民國不會分裂 因為中華民國的分裂 是源自於對統治合法性的爭奪 宋教人不死 這個統治合法性就在他身上 因為他可是第一高票 沒有什麼可以爭奪的 二 軍閥混戰不會出現 因為後來禍亂中國數十年的軍閥 是從二次革命與護國戰爭的硝煙中誕生的 只要宋教人不死 這兩件事幾乎可以肯定不會發生 當然也就沒有軍閥什麼事了 但是宋教人死了 而且還是以最具爭議性的方式死去的 宋教人被廁殺 不但使民族轉型的實驗中斷 更造成了內戰的藉口 而內戰一旦開打 軍人的發言權就大增 槍桿子裡面出來的政權 總是帶著血腥氣的 1928年的國民政府如此 1949年的人民政府何嘗不是呢 可以這麼說 宋教人的死 使得古老中國失去了一次 代價較小的轉型為民主政體和法治國家的機會 當然啦 因為宋教人英年早逝 很多朋友對他並不是那麼熟悉 很可能會質疑 宋教人有那麼重要嗎 我在拍影片之前發現 有朋友在留言中問我說 你這樣是不是太英雄史觀了呢 順便回答一下 我們來分析一下吧 宋教人之死是造成了民國內戰的開端 這是事實吧 宋教人如果不死的話 以當時的情況內訓固然有 但是內戰可能就未必 因為沒有理由打起來啊 那麼只要沒有內戰 接下來遇到日本的侵略 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弘利 可能中華民國就有不同的機運了 當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活在民國初年的時候 你絕對是希望宋教人不要被暗殺的 因為誰會喜歡發生內戰呢 不知道這樣解釋 有沒有回答的那位朋友 對於英雄史觀的質疑呢 如果各位朋友對於影片的內容 有什麼想法或探討的話 歡迎可以繼續留言 我會在影片中穿插著 為大家回答一下喔 好啦 接下來我們回到宋教人 那麼就讓我們先簡介一下 宋教人的履歷吧 1882年 宋教人出生於中國湖南省桃園縣 又一個湖南人 1901年20歲的宋教人考上了秀才 在那個時代 這算是大學畢業了 學業有成啊 1903年 宋教人與黃欣、劉奎、陳天華、張士昭 共同成立華興會 順便一提 後來響冊雲霄的驅除打魯 恢復中華 就是此時由這幾位首先提出來的 但是 這種制式的革命先列介紹法 完全無法讓大家明白 宋教人身上具備的那種 稀有的政治家特質 眾所周知 打天下所需要的才能跟治理天下 是完全不同的 有本事造反的人 通常不見得有本事治國 民國初年的那些革命元巨的事蹟 說明他們也不能例外 但是宋教人不一樣 他是革命黨人中稀有的真正政治家 口說無憑 來說個顯為人知的大事吧 1905年6月 宋教人赴日就讀法政大學 該校是日本第二所法律學校 僅次於東京大學法學部 也是日本最早的私立法律學校 以及第一所創辦社會學部的私立大學 2017年法政大學甚至超越早稻田大學 成為東京報口人數最多的大學 這種學歷與其他選擇進入陸式的革命黨人 就很不一樣了吧 而且宋教人可不是今天大學文法科系 常見的那種鍵盤改革者 他手上是真的拿著一把文科屠龍刀的 而且還狠狠地砍了日本政府一刀 事情是在1907年 當時清朝與日本爆發的一次領土爭議 當然日本是以大韓帝國的名義出手的 話說在中國東北圖門江北岸 有一塊大約10萬平方公里大小的土地 相當於台灣島的三倍大 日本人稱之為尖島 當然這裡並不靠海 尖島也並不是真正的海島 那麼為什麼叫這個名字呢 當然是日本人故意的 話說從頭好了 尖島最初還真的只是個圖門江上的沙洲 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吉林省龍井縣 開山屯鎮船口村 與朝鮮民族主義人民共和國 閒進北道 穩城郡中城勞動者區之間 屬於國土邊境地帶 當然那裡是清朝領土 不過清政府疏於開發沒什麼人 19世紀中期開始 由許多朝鮮居民由此月將進入中國耕作 所以這裡就成為各方勢力混雜的地帶 後來隨著高地區朝鮮移民的增加 尖島的範圍逐漸被擴大 到底是誰把這個範圍擴大的 歷史學者們爭論不休 總之到了20世紀 尖島的意涵已經擴大到了涵蓋 圖門江流域中國部分 目前中國東北的東部 甚至於還包括俄羅斯沿海州的南部 當然了這種想法 主要來自二戰前的日本 與二戰後的韓國 理由自然是想混水摸魚 比如說後來日本人高滿洲國的時候 就把這一區弄成了尖島省 下轄延吉 渾村 河龍 汪青 安土五縣 面積不小 再順便一提 這裡目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籍領域省 下轄的延編朝鮮族支持州 有一部非常好看的韓國電影《黃海追氣》 就與這裡有關 說回尖島 這裡是清朝領土 但是當時清政府為了緩和老毛子 對這裡的滲透 開放朝鮮民眾躍進開墾 從此造成領土爭議 本來也沒什麼爭議 朝鮮哪能跟宗祖國爭議 可是日俄戰爭之後 日本人全面掌控朝鮮爭議就起來了 來看一些事實對比 本來1904年日俄戰爭之前 清朝與朝鮮兩國的邊力 匯定中朝邊境善後商城 還明文規定 尖島及甲江之地屬於中國領土 不過準韓民耕種 日俄戰爭之後 朝鮮淪為日本之保護國 日本人就頻繁搞事了 透過宣傳強行將尖島的範圍擴展到包括 岩吉 汪清 河龍 魂春等四縣在內的擴大地區 此時的清政府差不多已經是游進燈窟了 哪裡還有什麼氣魄跟人爭呢 然後就輪到宋教人登場囉 1907年宋教人到東三省試圖發動革命 革命沒有成功 他卻發現日本企圖侵吞中國領土的野心 然後基於愛國情懷跟學者的本能 他拿出了一篇紅文 尖島問題 在文章中宋教人指出 國家版圖之取得有兩種方式 一為本來取得 二為船來取得 本來取得有真職實效先佔三者 船來取得有交換正與割讓買賣合併五者 邊界的劃分也有兩種 天然的境界 人為的境界 因此關於交界地帶領土劃分 有三個要素必須考察 一 領土主權誰先取得 二 自然地勢何者便利 三 境界條約如何訂立 這三個要素確定 而一地的主權歸屬就確立了 說到這裡不得不佩服宋教人的水準 百年前的清末 中國人有這種見識的屈指可數 舉個書中的實例吧 宋教人引用歷史文獻 尤其是朝鮮方面的文獻 證實堅導之領土主權 自唐中葉棄於明末 即屬通古斯人之傳來取得者 不特兒與朝鮮國家絕無關係 即與朝鮮人民亦無絲毫之關係也 宋教人監導問題 這篇文獻很有意思 但是限於篇幅屬性 因為它六萬多字 就不引用了 有興趣的朋友 自己去查查看吧 總之 宋教人在領土劃分 三要素方面都論證了 監導屬於清朝領土 這一事實 就一個學者的工作來說 提出清晰的學理說明 並且詳細論證做到邏輯無誤 宋教人已經是做到完美了 但是如果你以為只有這樣 那你就太小看宋教人 而且也太小看真實世界的紛爭了 如果只是一篇這樣的紙面文章 能讓日本人閉嘴嗎 那是不可能的 你得有更實際的證據跟資料 宋教人當然也知道 他可是個革命家 那麼宋教人除了寫論文 還做了什麼呢 要知道日本人搞領土爭議活動 向來是很有經驗的 日本人深知不能只是嘴巴說說 得有實際行動 先站了再說 所以在宋教人開始調達監討問題時 當時的尖島已經由日本軍警駐紮 中國人想在那裡做點什麼是不太容易的 更別說調查領土爭議了 那麼宋教人是怎麼做的呢 他可是革命黨啊 當然是搞地下工作啦 宋教人當時的行動 他本人並不張揚 很是不足為外人道 後來的《民國小報》 會生會營寫了不少故事 但是也很難考證其中真偽 但是綜合一些後來事實來看 宋教人的確是搞了類似007的行動 他喬裝打扮、畫容、藝裝進入當地 做訪談、做會冊、收集資料 田野調查完成之後 他回到日本 在圖書館收集了《清日朝》三方文獻 然後寫出一篇六萬多字的《尖島問題紅文》 以本書的性質來說 這已經算是一篇國際政治學的專著了 當然了 宋教人寫這本書不是要升等當教授 他是要發揮真實影響力的 宋江寫成的著作寄給了一個人 當時東三省的總督徐世昌 當然了看過前面故事的朋友就會知道 徐世昌是何等厲害的人物 以及他與袁世凱的關係 這篇文章驚動了袁世凱 然後袁世凱 把宋教人的事蹟上報給了慈禧太后 慈禧聽過之後甚為感動 隨即發出最高指示 取消了對宋教人的通緝令 宋教人因此獲得一個無法被打破的光榮紀錄 因為老佛也已經病天了 唯一一個被慈禧認定而亂打 卻又被平反的人 也就是說他是清朝末年唯一可以自由出入清朝 而不被逮捕的革命黨 在我們接著說宋教人後來的故事之前 先把尖導的故事說完好了 不要眉頭眉尾的 袁世凱也是個能辦事的人 他下令徐世昌以宋教人的研究為基礎 繼續調查當地情況 與日本人妥善交涉 然後徐世昌就把工作交給 延期編務幫辦去處理 有意思的是此人名叫吳陸貞 跟宋教人一樣也是留日的 更有意思的是 他跟宋教人一樣也是個革命黨 等等 那清朝為什麼會讓吳陸貞當官呢 很簡單 他是臥底 是革命黨派去清政府的臥底 吳陸貞繼續宋教人的工作 以官方的身份實地考察 撰寫並提出了 延期編誤報告書三冊 並會有延期編誤圖 後來事實證明這些準備是很有必要的 1908年日本又在監討延期地區搞事 吳陸貞由於對此地區的認識被聲認為 延期編務督辦 他有效地依次了日本人的無理取鬧 靠著宋教人的監討問題 與吳陸貞的調研報告及地圖 清朝方面在監討爭端的談判中 博得日方代表牙口無言 啪啪打臉 1909年9月4日 圖門將中韓借務條約在北京簽訂 佔有壓倒性優勢的日軍 不得不暫時退出此一地區 但是領土正義這種事情 就跟背上癢癢很像 時不時就得抓一下 除了之前說過的日本搞滿洲國之外 韓國人自己其實也不甘寂寞 自信仍有韓國社會團體認為 尖島應該是朝鮮或韓國的領土 並且把每年的9月4日定為尖島之日 歷史解釋就像生日一樣 每個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 好了說回宋教人吧 前面說到宋教人從日本跑回中國 東北搞革命 這才有了尖島問題這本書 但是孫中山發動的革命 向來都在中國的南方 以前我們說過孫中山認為這叫邊角革命戰術 好像沒有在東北發動的啊 那麼宋教人為什麼要跑回中國東北自己幹呢 很簡單嘛 他跟孫中山翻臉 1907年孫中山與黃新舊國籍問題發生爭執之後 宋教人對孫中山產生惡感 於是就持續在東京本部擔任的職務 事實上此時的同盟會已經有點分崩離析了 然後宋教人就跟日本大陸讓人骨河青的人 前往中國東北動員馬賊 有沒有很熟悉的感覺啊 這就是宋教人前往東北單幹的背景 與日本人在清末對中國的大戰略是很有關係的 這裡預告一下這就是下一個大主題 日本的侵略的背景 不然我們也不用說這麼囉嗦啦 然後宋教人在東北幹革命並不順利了 調查監導問題結束之後他就回到日本 接著與孫中山搞會內鬥爭 1907年6月 宋教人支持張太炎反對孫中山在日本購買軍火 這場對抗引發同盟會第一次大分裂啊 此後宋教人與孫中山算是已經分到揚鑣了 請記住這一點 這跟後來刺殺案件很有關係 再然後就是中華民國的建立了 1912年1月1號 中華民國在南京成立 宋教人以革命黨學識第一的身份 被任命為法治局局長 負責起草一部《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法》 也就是說宋教人就是臨時約法的作者 接著中國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 宋教人成為代理理事長 這場成立大會有個插曲 會議期間同盟會女權運動領袖唐群英 因國民黨黨綱中沒有男女平等內容 上台質問宋教人 宋教人尷尬了無言以對啊 因為這其實是別人加入國民黨的一項條件 他只能默認 唐群英所以揪住宋教人的頭髮 並甩了宋教人好幾巴掌 這幾巴掌轟動全國啊 會後唐群英寫了博捷同盟會傳單 抨擊宋教人等人 民初同盟會的內容可見一般啊 再然後就是那改變歷史的一槍了 視為民國第一案的背景 對 今天其實說的只是背景而已 不過別擔心 本週我時間挺多的喔 所以後面的兩集呢 應該會很快的登場 請大家持續收看囉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